为了提升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教育部最近积极推动硕士班的课程分流 跟双轨学程 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唯一的毕业门槛 技术成果也可以当作论文 希望能够强化学生的实务能力 提早了解职场还有产业需求 公益平台基金会董事长颜长寿 向来关注台湾技职教育 这次被邀请来谈高等教育多元价值 一开始还说自己不适合 只是话锋一开又十分犀利 直言过去十多年大学抢着升格 向学术倾倒 结果是现在一堆硕士和博士 不知道要干嘛 就连研究的论文也无法指向未来 创造了一大堆虚荒的 临时性的教授需求 博士职位的需求 所以难怪到现在连台大 都要招一千个博士学生 招不到还要再重招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见 大学无法帮助学生找到未来 严长寿认为是浪费教育资源 也是很大的危机 该如何解决 教育部最近鼓励普通大学 推动硕士班的课程分流 与双轨学程 学习不再局限学理 毕业门槛不再只有学术论文 如果说他走了这样子的一个实习 然后实务型课程的这一个轨道以后 那他毕业的时候就不一定要写论文 他可以用技术报告来取代 一被选定为种子学校的大同大学表示 课程分流与双轨学程 就像提供套餐 学生可以依照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选修食物或学术课程 让念书不再无助于就业 学到的东西真的对国家与产业有帮助 记者林小惠省志明台北报道